對對對 現在天氣很熱 有些事情我想應該 快速的用語言來表達一下 就是 我最近最大的困擾啊 以及 最大的目標方向是 尋找自己 還有 應該說更真實的自己 對 而非外在的添加 或者是 太繁複的 轉換 那 這過程會是個什麼樣子 其實 他們有個答案 我想大家也都是 在這條路上 但 從中 得更回到 主體意識 而非 腦袋去想像的 那些 外包裝過的東西 好比說 自己與空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時間這個東西 到底又是什麼 有一天我放一個 三角錘在路上 那 很多車子會因為 我的那個三角錘 而 而 繞路或者是離開 也好 但 那個空間 那個當下 我卻創造了他們 轉變的方向 還有他們 增加的時間 這件事情 就 呃 不是不是因為我是 因為 這個空間有所改變 有所變動 然後 後來也發現文字 語言這東西 其實是有很大很大的阻礙 在於 不管是創造還是 思想上有很大的阻礙 開始發現很多的 探索的過程中 應該是從 意念以及身體表達 或者是 動機的表達 而非直接性的指令 它才可以到達一個 比較完善比較有機的 方向 當然這個過程 其實 很 不知道該不該攤開的去討論 但 也不是說討論 就是 它不需要討論 也 也不是說 有哪裡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一個 目前最大的 阻礙吧 阻礙出現的就需要解決 那 當然我相信這東西是沒有 答案的 但至少 那個當下活著得有一些方向 它才會更Push自己 往前 不管 後面 長什麼樣子 但一切要回到更自然 本體 自然 You know 對 大自然 你回到更自然的同時 你會更找到 更本質的東西 對 那 可能會靠近 呃 表面上可能會離 群體 再脫節一點 但 在群體中又能找到 更屬於自己 那 其實這才是 本體 自己應該去 努力的方向 對 不知道還有多久 但 這個泰索的過程 很 很 很辛苦 辛苦 可以用辛苦來說嗎 就是很 未知 以及充滿挑戰 應該這樣講 比較 比較完整 對 畢竟你一次要處理的是 時間 空間 以及 物種 對 你如果今天可以 閉著眼睛 生活一整天 那你為什麼不要 閉著眼睛 生活一整天 你今天如果可以 倒退走路 活著 一整天 那你一輩子怎麼不 就到退走路 這想起來可能很好笑 嘿嘿嘿 大家笑一下也好 那 那 就也沒有證明什麼 也沒有一個 一個答案 但 物種的開發是需要被 被好好的 散帶 以及有機的處理 呃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的 物種 即將 在這世界上誕生 它 會超越 AI 因為 我們不是只用腦袋 在思考而已 我們是回到 身體 整個人 整個身體 那個東西 絕對是超越思想 但同時 你得放下 放下更多 你只要手上拿少一點東西 下一次拿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拿更多 就可以拿更多